好晚餐時刻大家想說去吃自助餐 可以自己來選擇菜色 但小心這價格恐怕不是你所想像中的這麼便宜 就有網友質疑說很多的餐廳都是靠老闆自己目測法 有時拿的菜量其實一樣多 但是價格硬是不同 似乎好像沒有一個準則 不過有30多年經驗的自助餐店 老闆就告訴大家說 其實這拿菜是有小撇步的 如果到店裡頭目測算錢的話 那麼就得要看時節選菜 比如說像是颱風天蔬菜反而比肉類來得貴 那麼如果是用秤重來算錢的話 則避免拿湯湯水水的食物 走進自助餐店琳琅滿目的菜色 夾點青菜夾快魚 再來碗白飯老闆請問多少錢 裝了滿滿一個便當五菜一飯 靠目測算錢網友之一 收費多少好像沒有標準 網友還刻意再拿一次同樣菜色 奇怪價錢怎麼不一樣 仔細比一比同樣有白菜海帶炒蛋 一條魚加一小碗飯 左邊只要85元怎麼右邊就變100元 老闆光靠目測難道就知道價差15元 其實這樣自助餐老闆用目測的方式算錢 情況很普遍到底要怎麼拿菜才划算呢 這個杏鮑菇這個比較貴 豬肝就比較便宜 破菜現在便宜了 這個肉還是貴 這樣目視起來 就是70塊 三十幾年的自助餐老闆交撇步 如果自助餐用的是目測 選擇的時候要看時間 基本上拿青菜都類都比海鮮肉類便宜 但是遇到颱風季節就剛好相反 不過要是你的自助餐是用秤重的 則是要避免拿湯湯水水的食物 因為有的菜明明很便宜 但湯水一加上去就變重 反而很吃虧 昨天新聞楊成中路易台北採訪報導